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 我当时是看了网上的一段脱窥的视频 在线下演出的视频 然后就给他们公司的那个邮箱发邮件 说我特别想去看演出 特别想去当志愿者啥的 我现在就不知道是因为对脱窥的热爱 还是不舍得花那个票钱 导致我发的那个邮件 发完邮件之后然后去看 当时看完那一场之后就整个人就 就你感觉这就是你的使命了 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感觉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 我当时是收拾桌椅 就观众走完之后我在后边要收拾桌椅 然后当时那时候舞台的光还打在那个舞台上 我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后边 哇就眼泪就直接就出来了 你就感觉就很有吸引力的那种感觉 就这个东西到现在你想来 仍然是会给你很强的一个力量 对对对 就是每次你撑不住或啥的时候 就是那个场景就会在你脑子里闪现 像起一道光 对就是那个场景 就是那个地方有一道光 然后你在那个黑暗里 那你无论说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或者别人问你任何问题 那你到最后一定是回到那里 就是回到那里 所以你要是出一个专场 出什么DVD什么的 封面就是那个光 我对对 专场封面我当时想过 就一定是那个 就是那个感觉 这一门里思维